所以七千四季的台灣不是最近二十十年內 共要百五檔這樣 再來 差不多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 中華大國裡面 宋條、原條、明條 10世紀以來 日本跟歐洲的葡萄牙跟西班牙 開始對台灣有一點記載 這個概念可以說台灣的原始時代 影響到台灣最大的 中華大國的唐末以來的 華商貿易體系 這兩條路 東洋真路跟小東洋真路 這條就是對 全州一直留在 培里邊的呂頌島北邊 這條動線 對白鵝跟台灣的西南邊過 應該南面的人有接受 宋條跟原條時代的回應 賣給美鳅、白環族的祖先 北平這條 對福州去歐洲 這兩條無約的路線 跟台灣驅到 說到這裡跟現代歷史很少 我至少想說 有什麼路線 我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現在的情勢很危險 所以你看 這唐朝的東西 跑到台灣來 送到原條的東西 北送 北送 南送末原初 我是布朗榜 這 是朝鮮的高麗青池 大便空移植 不是剛才那兩條而已 日本的博多也有 不是一條兩條 在北里的海邊是整頂的 電線說他們老爸還沒出事 漢人帶來到宇蘭 不是像一個移植出透 這四百年前到三百 三十年前 看台灣的情勢是這樣 這就是在宇蘭出透的東西 不是一條兩條 是幾千條 華南綠柚三菜 把我們人拿去做培葬品 標示說這個東西已經沉浸到社會裡面 從這個時候開始 漢人跟大夫 漢文化的人群 走到 甚至在台灣的 社保到北部的海法 當部的局部的地區 台灣給花生到大明帝國的貿易體系 限制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活動 漸漸讓人邊緣化 說台灣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來 沒有跟你做生理 再來 我們台灣怕是在世界的體系裡面 因為讓我們人到社群人來 在台南 跟雞人跟淡水 蓋到堡壘 外銷去歐洲的東西 在這裡發現 卡拉克池 馬尤里卡 頭髮那是從中國 進去安平全運去歐洲 這是從歐洲進來台灣的東西 煙土 啤酒罐 德國的鹽油漆 日本的二彩湯金 所以若然作成是一個世界性的蝦漆 台灣已經怕到世界無益的跡 你看這張十七世紀末的地圖 台灣怕到大千帝國來報 一百六空年代是台灣 第二次怕到世界體系裡面 第一次是對荒蘭一直到電線公的時代 第二次就是一百六空年代 因為台灣真好的情緒 1860年代 剛好是張老師在世界最大用途的時代 做火油 做油漆 做地平原料 這個時代 世界這些國家壓迫大清帝國 開放台灣的貿易 台灣第一次怕到世界體系裡面 台灣的生理人 又開始怕全世界 一直到現在 但是台灣人對這個三十幾年 沒有很清楚的研究 我今天跟大家思考的 都是用土地來跟大家說 因為台灣是南島 跟漢兩個大的文化體系 構成的國家 完整的歷史書寫 才能建構這塊土地的主體性 所以我們一部台灣歷史 要從哪裡寫起 寫些什麼 是我們台灣人應該認真想的個題 由於和土地並不連結 所以這是一部斷裂的台灣史 我們近年來的爭議就在這裡 由於不理解自己土地的歷史 無法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 從而缺乏國家意識跟主體思維 我這句話說得很重 但是是思考 考古以子對最早的到現在 都是過去人類生活所流下來的歷史 人類生活地區的歷史 都要檢討是不是 因為文化自信 對我們造成了主觀的偏見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不可以用族觀的書觀 不可以用漢人的書觀 也不可以用文化的書觀 當然不可以用大中華史觀 我們要用這塊土地來寫歷史 因為土地是聽到的 但是人軍是可以牽涉的 所以我們台灣應該有很多元的書觀 我是贊成克拉斯說的 中央政府的官員不應該去 借地成功 因為中央政府代表著多元 台灣的族觀跟社會 台南市政府 如果說古早的台南市市長去沒有問題 因為古早的台南市市長都在台南館 但是現在變成大台南市 就市長不可以去 因為市長要考慮說 你原來代表的市長 所以你派秘書館去可以 秘書館就是什麼都要做的人 2003年全世界的四個大城市 在東京電南一個17世紀的世界 他選日本的東京就是江戶 倫敦 阿姆斯特丹 紐約 這四個17世紀重要的貿易城市的展覽 獨特沒有邀請到台灣的台南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做研究 他那個電南叫做 被發掘的城市 就是用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到生意的歷史 看到說這四個地方的東西都一樣 他們在世界的那個貿易系統裡面 可以說是整館 這館裡面就是減一支 就是台南 所以我來東京的東京政府保護館 就來幫我照標本 我在台南 岸邊那個地方還學到 160年代 新的這個世界體系的東西 英國人來岸邊做海關對不對 水都不值得 有夠早的水 打鼓勵下去 鼓勵出來的水 減的 所以對香港載這個 屈塵式的礦泉水來吃 所以屈塵式在台灣 不然不是最近幾十十年內 百幾年要獲得 百五年這樣